新聞傳播及新聞教育工作是我的終身置業 45年來對自己的專業和良知負責 報道不作假,評論無與遲 編輯夏文二躍,上天難熄 從紀駭事變到庚子暴政之,權奸賣港實錄 一書內容傳以事實為準成 紀駭年春夏之交 特區政府強推未經諮詢民意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百萬港人上街抗議 林鄭月娥及其領導的政府逆潮流移動 藉口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呼吸警察濫權濫暴濫告 憤怒的年輕一代拼棄和理非,以死相伏 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禁止蒙面 警察禁止集會遊行 勇武抗爭無日無之 香港政府是和 北京當局重慾養惡 波蘭撞闊的反政府運動 乃演變成反共抗暴運動 而此間反對派大腦及斬路頭角的少年英雄 爭取國際奧援不為餘力 觸動中國共產黨神經 庚子年初武漢肺炎開始肆虐全球 專權政府以防控疫情為由 倒行逆施,削虐市民的基本決離 五月下旬,北京人大通過涉港決定 六月三十日通過《港區國安法》 香港管治由專權順致暴政 黨國體制取代一國兩制 香港的全族浪亡,缺於俄傾 為了彰顯公義,呈前備後 我們出版夏文義約,尚揭彈禧 從幾害事變到庚子暴政之 權姦賣港實錄一書 在當權者篡改歷史之前 將賣港權姦的犯行紀錄在案 這是文明與野蠻 正義與邪惡決戰的紀錄 這也是為香港日後可能出現的 轉型正義運動 提供其中一個追究政治、刑事 道德責任的參考資料庫 編著者,黃毓民 毓民新書,夏文義約,上天難欺 從幾害事變到庚子暴政之 權姦賣港實錄 平裝版及精裝版 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傳書四式印刷,516頁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 或者經普羅的網上商店購買 平裝版每本港幣190元 而精裝版定價港幣280元 多謝大家 第二節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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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講一講 天瀉日,黃師傅 其實每年都有特定的日子 其實今年最早第一天天瀉日 就是三月三世日 就是三月三世一日 就是其實就叫做 新丑年的2月19日 就是剛剛就過了 那為什麼會講天瀉日呢 天瀉日呢 就是很多不同的版本 去講 我們最簡單這樣講 其實天瀉日 就給眾生去改運 去轉運 所以古時候來講 天瀉日 就很多人都會做拜拜 天瀉日來講 就是要卸免一些人的 一些小的罪過 那是什麼叫小罪過呢 我們理解 可能你 丟了一些垃圾落地 或者 騙過老婆 就只是喝多了兩杯 甚至乎 跑馬仔輸了 又不告訴老婆 那些小罪過 甚至有時候無傷大額 那在這一天來講 我們就要做一些叫做吉的祈福 要做什麼呢 做來來講 就是要在這些日子裡面 擺脫一些不好的魂 當然啦 在古代來講 就做得很足 現代人來說 對於天瀉日這件事 反而還不算很了解 那天瀉日 就最主要 其實就是 要拜玉皇大帝 就好像玉皇大帝 射免了你們的罪業 那怎麼做呢 那哪裡有玉皇大帝拜 就比較少 玉帝就真的不多 我知道有的 有的 我知道有一間有的 在香港大埔 在新界大埔 不過就幾遠的 行山人士一定經過的 就是 吳銅寨裡面的那間萬德縣 是的 大家聽見 有一間 就是萬德縣裡面 就有玉皇大帝 是的 萬德縣記住在大陸 不過就遠一點 如果你走開山 那當然如果 天瀉日那天 就不是說 不是說普通日子 不是普通日子 因為天瀉日來講 今年來講 就總共有 六日 那接下來 最快的那個 那個來講 就會去到 其實剛剛過了的 就是三月三日一號 是的 五月初六 最快來講 就是端午節之後那天 那天瀉日來講 就 以往在中國大陸 就有很多宮廟 那 因為玉皇大帝都是道教 那 就會在那天 就會拜玉帝 那天瀉日 那天瀉日 為什麼叫天瀉日 呢 就是叫四時的尊氣 那在春天來講 就是慕人日 夏天就是甲午日 秋天就是慕新日 冬天就是甲子日 那在這幾天來講 就是 萬物呢 是生育的能量 是最強 同時來講 也都對人 其實都不是最對人的 是對整個世界的眾生來講 是消災化實 祈福和添仇 那相傳來講 如果在天瀉日去拜拜來講 有一些很神奇的一些 靈驗的 一些講法 那但是呢 在古代呢 有一點點不同 那今年的天瀉日的日子 就 post了出來給大家看 那在古書裡面記載來講 有分開春瀉 春瀉 就在慕人 夏瀉 就在甲午 夏瀉 暮昧日 就是在秋天 那 三東甲子 就最吉 那拜視遇禾 都會變為福的 那所以在四季當中裡邊 看到那個天桿配合地之 ya 所產生的 那個天瀉日 就是最好的就是一種祈福啊 還有這個叫射罪的日子 其實我們看通信都有記載天射日 每一年來講就不要說有什麼特殊日子 今年的日子大家就登了出來 天射日就是上倉去射免眾生的罪過 尤其是人的日子 根據這個天保曆的記載 天射是什麼呢 天射,射過有罪之神也 天之身慾,甲與墓 地之成立,子五人身 故以甲務配成天射 這幾天來講就可以換刑 什麼叫換刑呢 等於你判監 其實這個換字就可以緩解你的刑辱的意思 跟著我們有三個字 叫做換說師 第二就是說,說是什麼呢 叫做冤枉,赦免 就是如果被人冤枉那些 都可以得射,得救 師,師就是恩惠的意思 所以有這三種的含義 如果與這個德神會合的時候來講 其實就更加好了 即是當日 天射日可以說是這個叫做什麼呢 天恩開射,突赦的好日子 也都沒有忌,沒有禁 適合呢 求神,祈福,祭祀 可以這麼說是八事大吉 那很多人呢 都會利用這個天射日呢 就專程呢 就在廟宇啦 甚至就在哪裡呢 家的門口 即家的門口 即家的門口呢 我們叫做登天墳香 去拜祭的 即是向上天呢 其實呢 祈福這樣 去廟宇來講呢 就會有天福賢壽 保養啦 保庫啦 還有呢 去除這個懺悔社罪 等等功效的 那麼 有相傳就說 尤其是在天射日裏面呢 去祈求這個病 如果人身體的病不是多好的話呢 即是有時候有些叫做孽障病 或者叫做因果病的呢 那其實在天射日來講 在這日拜拜呢 都會有一個神奇的效果的 那另外就是回向英靈 回向恩果啦 那要求 希望來講 祈求個身體健康 甚至乎是化解歡 官非呀 是非呀 將些大事呢 就化為小事 這樣都可以的 那麼 天射日的時候來講呢 會有些特定的元寶 那麼呢 如果大家在 香港一些舖 一些醫師舖呢 那麼 如果你說天射日 我要拜拜呢 那麼其實他們呢 就會拿一些叫做天射金的 那麼天射金呢 就是比較最主要 那麼用來做這個拜神的 那麼這個天射金呢 就聽說呢 就用了之後呢 就很靈驗的 天射日其實都是一些好日子來的 那麼這個天射日來講呢 就會祈求謝罪啦 祈求一些冤親曬主呀 歡恕自己的罪過呀 和所犯的過錯 而自己在這個天射日拜拜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誠心地去懺悔呀 懇求歡恕呀 做一些功德的迴向 其實呢 就 最主要呢 就是說 對自己 所犯了的一些 小小的罪孽呢 其實是有些贖罪的意思 那麼呢 就天射日呢 就是要跟玉皇大大去稟告 請求他是卸臉 那麼有些人呢 就 做盡壞事 就不可以在天射日那裡卸臉的 這些是要做很多功德的 所以呢 如果做盡壞事的人呢 平時呢 要做多些善事呢 才可以盡量去彌補的 那麼呢 當然啦 有很多不同的人呢 可能犯了很多不同的錯過 那麼我都可以呢 在這一日裏邊呢 祈求這個玉帝呢 給一個機會 降低你的罪孽 那麼其實 拜拜用這個天射金之外來講呢 還要什麼呢 如果你拜完 玉帝之後呢 有一個小小的 操作的話 就是要拿 打三教聖杯 一定要通過三教聖杯呢 就是說玉帝就押頭 就赦免了你的小聖 那這個呢 就 不容易的 其實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打杯呢 真是不會說 就是教教都是聖杯 可以這樣講 那麼 今年的天四日來講呢 就我們呢 就 post了 出來啦 那麼如果大家呢 在這個日子裏邊呢 有需要的話呢 就可以去廟宇 首先在大埔哪裏呢 黃師傅那裏 吳同寨 吳同寨那裏 那裏 那裏可以有一間 有間 萬德院 萬德院 都是屬於道教的團體 應該 那就可以去那裏呢 就祈求 或者呢 我們剛才所講的 有些呢 就拜當天其實都可以的 那譬如說在自己的門口呢 那以往來講大部份都是住在農村啊 或者那些樓沒有那麼高的嘛 那如果你住在那些豪宅那裏 無端端把神案出來這樣拜 那不太好 那可以在自己的 我們叫什麼露台啊那些地方 即是叫拜當天 拜當天呢 就拜玉帝 那可以去這個 醫子譜呢 叫他執 執一些拜當天的大神衣啊 那些這樣 最重要就是要拿天赦金 那去拜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利用這幾天的天四日來講呢 就為少少自己做錯的事呢 我們叫做 又不可以說贖罪那麽大件事啊 那可以為自己做過的事來講呢 就懺悔 那而且來講呢 就有相傳呢 在天四日那裏是拜完之後來講呢 那個運勢都會好少少的喔 那我們不知道會不會就是說 在天四日的日子呢 都會開放給大家呢 那來到我們那裏呢 都可以拜大神 和拜當天那樣 那天四日呢 就介紹到現在 其實呢 就是天四日呢 都沒有什麼禁忌的 基本上 那所以來講呢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幾天的日子 那介紹天四日呢 就介紹到現在了 那黃師傅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講回這個五黃 到了西方喔 嗯 就是由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講一些流月飛星啊 其實流月飛星當然都有它的影響力的 那而剛剛過了那個假期 就是清明 前幾天呢 就是一個節氣來的 那轉了節氣 那天呢 就是這個 四月五號 這個日子呢 就是一個 清明節來的 轉了清明 那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 流月飛星呢 也都是有所改變的 那 而當日來講呢 就是 屬於那個 如果那個日柱呢 我們叫做任五日 任五日呢 那個日柱呢 就是屬於當日的 或者我們叫做 財星 財星 而那個日柱為時 加上呢 就是天剛全金水 那所以格局呢 就成身旺任財 那唯獨就是五行缺木去申火 而形成這個毒火虛號 那月內呢 那 屬今的 這個 或者我們這個疫情 啊 這個 病毒這個肺炎 也都是對這個 歐美那方面呢 就影響比較大的 因為呢 西方國家呢 就是 那個 矛盾 加深 唯有於它 缺木火 那麼 缺木就是生火 那麼中國將會呢 就有一個 叫做 那個姿態上呢 就會 比較 就是 看美國 可以說用冷眼來形容 或者歐亞的 這個 一些盟友 有些分歧甚至紛爭呢 就將這個 全部 缺木的東方呢 不受這個 金黑水 檔而無咎 那 有這樣的說法的 但是我們如果看回飛星來講呢 就看回 為什麼它會說到就是說 在 這個 西方國家歐美 會是比較麻煩一些呢 那麼 很清楚現在看圖 那這個圖來講呢 那麼 我們看到一個 螢光幕右邊 有個 格仔 就五黃 寫著 還用黃色來標示著 那麼這個五黃呢 其實 就代表了那顆災星 正西方 正正是西方 就是我們叫對公 西方就是代表西方國家 那麼 那麼多顆 有顆五黃星在那裡 那麼 所以呢 就是 雜細一點 那麼當然 榴槤來說 它是財星 財星是主經濟 那麼 但是五黃呢 影響力呢 就大的 他真的影響到經濟 是啊 也都包括了經濟 那麼 但是現在你全球的焦點 都暫時還在疫情上 那麼 那麼 所以那個對於疫情那方面 它都是會 比較 嚴重一點 因為上次我們都講 在那個 叫做 上一集講 尖聲 它都有講到的 是 都是講西方國家 都是 比較 麻煩一點的 那麼 所以這件事就 也都可以從 就是 從尖聲學 做回一個 比對 那麼就是從這個 流月飛升 我們也都看到 那麼 清明這個月呢 那麼它飛升三壁呢 就 入中宮 那麼 順飛呢 四六 四六就是西北 就是綠色那裡 綠色那裡 綠色那裡 五黃正西 六八東北 七尺到正南 八八到正北 一八到正東 二黑到東南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雜勢 那你本身流年呢 五黃正在東南 那麼加上現在 那顆二黑飛升呢 就是又來到東南 那麼我經常都強調 染膠加必選主的嘛 那就是 年月呢 都是比較差 就是本身是差的了 那個方位 那麼加上一月份呢 那麼這個月份呢 那麼所以說 如果是五 這個東南方呢 其實就 就更加差的喔 因為五黃和二黑就剛剛重跌 那就是剛才我們 在第一節所講的那個 那個叫做一些災難的方位呢 其實都是 對應回來的 那麼當然啦 發聲那一日呢 就沒有正式踏入清明的 沒有正式 但是那麼 我們也都不可以調以輕心 就是這個月的東南位 就是本身都是差的了 那麼 這個月呢 就更加容易加劇 那麼 但是 大家就 就是 經常說 小心 為什麼要小心呢 其實有時候 那些災難的事情 真的沒有得小心的 是的 意外就突然間那一下而已 那麼只能夠就是說 盡量去少些那個方位 避開它 是吧 就是你 你不要去 去那個範圍 甚至乎你說 如果你自己辦公室 家裡 這個位置 你便不要坐過去 離開它坐 其實近日來說 大家都看到 如果以中國的方位呢 東南方呢 近日台海 那個局勢相當相當緊張 因為呢 就好像有二百多艘的預算 中國大陸的預算 就集結了 包括戰機 好像有 對啦 也有 令到呢 就對下少少呢 就是菲律賓 都好像是發出了一些 類似什麼 類似一些外交情緒 緊張狀態 就是緊張狀態 很緊張狀態的情況 就是出現的 所以呢 二黑和五皇呢 可能有加劇到 在這個方位呢 可能會出事的 嗯 那我們又說回飛星的方位之餘 我們順便說說 就是說 有段內容呢 就說一說任神月的 任神月這個 這個 清名 叫做 立節起這個月份 任神月 那五皇殺星 就是災星飛到正西 而 二黑病符呢 就去到東南 那 跟剛才我們都有說的 流連飛星五皇呢 就同一個公 同一個叫做 是一個叫做信公 就是東南方 那這個五皇正西 和正北的二黑呢 就相夾著一個西北方 那 那 所說的正北二黑呢 其實是流連的 那 那東南二黑呢 就折射在這個 正北連 就是說流連的北位啊 還有那個二黑呢 就伏擊這個西南的三壁殺星啊 那 那在本月呢 最受災劫和患的影響呢 其實正正就是這個 正西啦 東南啦 還有中東這三個方位的 那 那在 一個大的地域上 啊 剛剛說那個是 是一個大太極的地域啊 啊 大太極就是我們老實講的 就是立極 你以哪一個做中心點 這就是為之太極 大的地域上也在上述三個方位 明顯是歐洲、俄羅斯、美國、加拿大部分地方 都是屬於西北地區的地域 整個東南亞洲包括中國、香港、台灣、澳門 均屬於東南的地域 中東地區、印度、巴基、斯坦、印尼 都是屬於中宮的地域 那流月五黃飛星來到正西 就受到西南九子和中宮的三壁上下左右 折射就是刺激了這個激蕩氣的殺星 或者簡單點就是火燒亡 因為九子是屬火的 今個月內天災人魔、疾病事弱、社會不靈 經濟危機等等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集中發生在西方國家 特別是美國 由於五黃就是屬土的 所以受到九子火身亡 受了刺激 所以預料了西方國家 在今個月內 因為天災人魔的疫情都會隨之而增加 就難以減少 災難性事件就會比較多 而政治方面西方之首 美國就還會針對這樣在亞洲挑起一些事端 打擊中國作為一個目標 其實也是 如果我們從玄學的角度去看 立春八字 其實整個天灌都是金 金是主西方 木就是人木 就是月齡 人月 只有一個粒 受押的 或者叫金木交戰 但是金木交戰都要什麼 都要平衡的力量才能交戰 如果木輕金重 金一定是強些 反過來木重金輕 木當然力量會大些 其實都是對應這件事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 我們都會看到 配合今個月這個流月 這個任神月的八字 和五彈飛升 其實我們都看到一件事 其實是類似事情 都會在這個月發生得比較嚴重一點 也還要說回 在這個月的三彼星 三彼星入中宮 流年飛升是600 其實如果在五行上 他們就真真正正金木交戰了 因為三彼是屬木 六彼就是一個權力的 代表什麼 它是金的 再連串一個東南流年的五彼 在一個偉線上 三公泛薩 再連貫了一個南北 所以就會出現了一個 竹陽薩 由於正南和東南和正東的中宮 地域都是相連的 凡這個東南少禍 必禍及正南和正東 剛才我們也有提到 正東其實正正就是 今年一個叫做三殺位 相對而言 正南中宮 有些禍患發生在東南邊 正東地區十居其九 第三者就是 擺脫不了的關係 想說是自身是外的話 都不用想 所以預測 越來一些災難多發生於 一些地區政治的恐怖活動 地震風災水環 高流爆炸 其實很多都很負面 甚至這裏有講到油田大火抗井倒塌 飛機交通的工具大型失事意外 飛機交通這些我們之前都已經有講過 但剛才講的那些其實都幾恐怖 其實也都告訴我們 這個災難今年都繼續會不會少得去哪裡 其實最令人擔心都是一些高樓爆炸 那些或者山林大火、油田大火這些 飛機交通的大型失事意外 相對地我相信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少了 少了 乘搭飛機的人一定要少了 但現在開始有些國家已經開放了 打了疫苗 打了疫苗有個通行證 但要看清楚打什麼疫苗 你不要打了疫苗 因為有些國家是不承認的 整個月來說 很多天災人亡不吉的事情 都集中發生在一些 聽說的地域的國家上 由該地域引發而起的 而另一方面 二五交加在東南宮 就是東南方位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叫做濕仔 因為二五交加 經常都說二五仔 二五仔 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很多一些孤獨流行的疾病 會層出不窮 發生在東南方 我們也有說 今年的病毒就會變 也有新聞報道都說要病變 現在疫情的病毒 甚至乎我們會在八字上看 病毒的變 就會影響那個什麼呢 影響那個肛的問題 肛膽的位置 即是在內臟那裡 而天災人禍呢 這些災難呢 譬如風災、水患、地震 這些自然災害 正常就是其實每一年都有的 不過就是多與少 反而就是去年真的好像少些 去年真的少些 去年就是少些 去年就是疫情嚴重的關係 就少些 包括天文台早前都說 今年的颱風都會預期 是會早了來 甚至乎會多了 而政治因素在月內 現在是在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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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法律的制度 有所改變 所以就避受美國 或者西方國家干涉 甚至乎進行一些叫做 如果說得不好聽 這裡也都有提到 一些和政治有關的 一些叫做什麼呢 條件 談一些政治條件 導致區內局勢不穩定 所以25交加必選主 東南信公 這件事 我們在原學上 就會看到這一些影響 而還有一件事 東南方的信公 其實在家中成員來說 它是代表一個長女 亦都預料了在這個月內 在這些範圍 女性就會有災難發生 當然她是不是長女 就是那個階級或者那個輩份 她是不是一個長女的身份 就會多一些這樣的災難性的問題 就是發生在這些年齡層的女性身上 而建築物大小 建築物來講屬於一種小太極 殺星分佈 其實如果我們嚴視方面 地方的建築物 分佈都是跟大太極的看法一樣的 建築物看回正西東南中宮這三個位置 就會有不同程度一些小災小劫 或者建築物大門火門 開上層的位置 床頭寫字樓 或者你坐的位置 就像剛才我說的 你不識化 你要避開它 那你就不要坐在東南位 是不是 或者如果你要睡的位置 就不要睡東南床頭 那你避開 即是你不識化 首先避開它 那如果不是 就很容易 因為在那個方位上 一些叫做空星臨立 那你就佔了那個位置的 一些負面的氣場 那你就很容易 混濕 或者我們叫混濕 而正西正東東南的本 是今個月的一些殺星的方位所在 那它也都重疊 由於重疊的緣故 容易激起了這些方位 是產生了一些負面的磁場的能量 所以就避開 最緊要避開 而人是鬥真是非 真端是不順 破財損好疾病以外 其實都是容易在這些方位上 激發了出來的 那所以呢 至於這個東南床呢 在這個 流年五王劉穴 就是二黑臨到這個宮位的時候 那受正西正北的二五雙甲 激起殺星呢 就是屬於一個連貫性 那其實說到好像很複雜的 那文字上的演繹是複雜的 但是簡單的說呢 就是說 懂得避開的東南方 和今個月的西方位呢 那其實呢 就在對於這個叫做 負面的影響呢 就可以減少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流月薑 整個局勢呢 在這兩個方位 就算我們剛剛 清明就是4月4日過了 在那一天到現在來說呢 都是發生了很多事件的 都已經 譬如好像說 疫情呢 有些地方是加重了 是吧 尤其是黃道呢 西方那邊來說呢 都納納亂的 就算有個網友 最好笑的他們說 斯朗射了球邦不進 葡萄牙 結果被迫我 也有關係 很好笑的 我們就 真是不回應 但是說了這麼久 說了這麼多不好的事 都說回一些好事的 好一點的 那方位好一點的呢 其實在圖片都看到的了 一個西南方 一個西南方 或者一個北方 即是說流月 一個東北方 甚至乎東方都是好的 那這幾個位 那其實呢 如果給我選擇 配合榴槤的呢 我會選擇 是說 給個貼士 不要說貼士 只是給個提示 我的看法就是說 西南方呢 就是屬於比較好的 因為配合榴槤那個 那顆飛星 那如果你說讀書 各方面 需要用腦筋 甚至乎 雖然現在回學 都不是回得這麼久 都要讀書考試 或者自己有一些 和動腦筋有關的行業 的人 要覺得想自己精靈一點的話 那不妨就 沾一沾這個 即是 睡 或者叫做 坐在西南方 這個月 那就可以吸收一些 叫做 木火通明的一個氣場 你可以運用一下這個位置 其次都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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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面 和這個 北面 考DSE的朋友仔 這些學生歌 就要留意一下 找一個好的方位 清清醒醒地去讀書 DSE開考 對 經常都說 最重要是趨吉避空 懂得避開空位 對 始終 那些 負面的東西 影響 不至於那麼大 至少要穩定些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起碼不要相及自己的健康 這個最重要 好了 天元大明就講到這裏 要結束了 今個星期的節目 就到這裏為止 下星期和大家再見 好 拜拜 拜拜